飞碟下午一点,我们现在要轻松多一点,音乐多一点,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是王主兽,欢迎你一起加入今天的飞碟一点风。 天,满黑眼,梦中变望头线,许个愿,谁听见,是所有自己会感尽时间。 大事像是没心事,天天没有烦恼,是天天当事情不如此,心情一样开始,每个日好的下午,等你加入。 稍微点零九分,这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期待好吗?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也许是做自然,他想着太多,不论是有情歌,还是轻轻的,喉咙被震动过,更能够满足我。 唱太多人间的脆弱,要说或唱出我,会不知说错,有时口唱问你,有一天寂寞,但我的感情不一次没什么不错。 我歌手偶遇那一首歌,沉醉命运的脚火。 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好弄藏破,我怕他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很冷藏的。 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可以说什么,从经意识长大,不牢算说,唱歌是呼吸和生活。 唱歌七年的时间,歌神张学友推出全新的国语专辑Wake Up Dreaming,醒着做梦。 这两天呢,我们从媒体上面看到了很多有关学友这两天在台北接受的一些访问啊,可是呢,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学友来聊, 而且呢,很多事情要听学友亲自告诉大家,透过媒体的转述,感觉上都隔了一层,到底学友怎么在看待他这次相隔七年推出的这张专辑。 同时呢,这次的专辑他其实已经准备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而且也投出了非常非常大的心力,更他自己投资。 哇,这个事情我觉得不一定要亲口来问问他哈,同时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我只想唱歌》代表着张学友一路以来的心情。 这首歌是由小安来为他作曲,也是台湾作曲制作人当中跟学友最有默契的一位。 学习过后,张学友来了。 2014 飞碟跟波网 幽浮竞杰才行榜 100 现在为你揭晓,2014 幽浮东阳竞杰年中榜 第20名,Infinity vs Romeo 收戴season 2专题 字幕志愿者 董事者 李宗盛 寝そばにいて 君だけが この道を照らせる光 僕が守らせるよ 君が変わってない 失いたくない 君がいればい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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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も惑わって 愛情して 每一的我们永远 是不是天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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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凤凰带您寒假过年玩欧洲 现实生等五星饭店享受米其林 陪你玩片世界的好朋友 凤凰旅游 0800 089 789 周杰伦 抒情强大 算什么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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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睁睁看他走去 不问不问 只有多天真 周杰伦最新专辑 哎呦不错哦 热烈预购中 爱你成盈 又何必清醒 关注的话题 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 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 低探环保乐 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 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JJ林俊杰 飞碟 空中的梦想家 有爱天理 与爱风 好 欢迎回到飞碟点通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超级巨星 也是我们的歌神张学友 嗨 就是你好 各位朋友 是 只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场地 还蛮新鲜的啊 还蛮特别的 是 不在 不在 OK 费哥我 那天早上到现在 还没听过 是 真的 可是我刚刚听说 整个的这个KKBOX的一个听歌会啊 大家反应都很热烈啊 嗯 非常好 记者会也蛮 蛮好玩的 是 对 好 这次出一片 来到了七年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感觉 呃 包括到现在为止啊 你到了台北 也到了北京做了记者会啊 然后呢 也有在香港 也有这个记者们的听歌会 那三个地点 然后各自的反应 你现在接受到的状况 呃 我嘛 嗯 那我现在 我现在很少 很少大家会 呃 会伤害我的 哈哈 所以不太吃 哈哈 我要真的去看看 嗯 看看那些 现在出了嘛 明天就出 啊 你的意思是说 呃 看看歌迷他们怎样 歌迷的反应在不同的地方 可能会喜欢不同的歌曲啊 这种感觉 是 好 那 这次的 这次的这个歌曲啊 然后整张的专辑啊 那 我们听起来跟七年前当然有 来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好 那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 哇 你把整张的专辑 然后拉高到了一个 不管是在制作 或者你自己的选歌 还有你自己的表演的方式 神腔的演绎啊 都完全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我是 我 老实说我自己就 一向就是喜欢去 帮自己找麻烦 哈哈 嗯 在演唱会表演也好 演唱会他们说 你就你就站在那边唱好了 哎 是一样这样子 嗯 可是我就是觉得应该做一些多一些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必须要保留的东西 嗯 因为这样才可以给我继续往前走的动力 嗯 嗯 我觉得也是因为你感觉是进步才那个感觉是很高兴的 对嗯 可是当然 呃 可是对你 就是说过去的这些 不管是名气也好 你唱了这么多很棒的歌曲也好 现在要出一张七年来的所谓的第一张过语专辑 这么久了 那你自己首先想到的是 应该是要怎么样来出这张专辑 我先想第一个第一个想法就是啊 我要做一张不管不管怎样 我就想做一张我自己喜欢的专辑 是 就是忠于我自己的感觉的一种专辑 这就重要 对 然后这个所以也所以在整个制作过程里面啊 基本上我几乎是没有妥协过 哈哈 几乎 我想从选歌开始 嗯 几乎是没有妥协过 然后从制作的方式也好 然后跟你合作的这些这个 他们知道我脾气啊 对 然后他们也 我的部族他们也可以帮我互布嘛 音乐上啊 就是要是我提出的东西是不能的 你证明给我先 就证明我开始不行的 那我可以改变这样 哇 我觉得你真的是要求好高耶 而且跟你合作应该很困难的 没有 我觉得他们都很开心 哈哈 不是装的还是怎样 OK 好 那从选歌开始 这个第一步 听说这个光是选歌就选了开始很早很早就开始了 很早 有 我做完 嗯 呃 我做完上一张专辑 对 嗯 然后就想说要要做了吗 可是我想这个 想要做这个专辑 其实是那个时候还没想说要做国语还是广东的 是 嗯 我只是想做一张啊 studio做的一张啊 国语式的专辑 啊 是 就是那些管学乐跟摇滚 啊 结合的一张专辑 嗯 那那个时候已经想了很久了 开始 开始选的时候应该比上一张专辑还要早一点 哇 比上一张专辑还早啊 可是因为找不到 然后我就就啊 先做一张正常的 啊 然后就做一张国语春琴 然后那个时候还没决定呃 做国语广东的 然后后来再做 嗯 本来是做广东的 嗯 找又没有找到很理想的 嗯 就做了一张爵士的 对 中间有张爵士的 对 然后 到这次 然后做完寻辑了 就应该要做一张国语 好像很久很久 对 大家期待这么久了 对 然后就还是 把同一个方案拿出来做 是 其实从去年你来台北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在说 已经要这个 进入密鼓了 可是从去年到现在 正式推出这张专辑 其实也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了 好 那最早这张专辑 你选出来的歌曲 当时大概是哪些歌 没了 啊 全部都已经淘汰的光了 就一首 时间有类似 从前选的 OK 好 其实 OK 其实这一点 我们在你的听歌会上面 已经略有耳闻了 可是我还是今天要透过学有 亲自告诉所有的朋友们 真的选歌是这么样的一个严谨 从一开始要选的歌到最后你要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选的 很多时候是 有 因为第一 我常常讲第一 你没有一个规律说 我这样选 这样的歌 就一定会红 一定会大家喜欢 一定会怎样 但是是 当你自己做的时候 你 你变成我刚才讲 你 终于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会有 很多时候可能会 会 转到 牛角尖去 然后就觉得 这差那么多 有没有别的 你又继续了 那你在选歌的标准是以它的旋律吗 还是说这整个的曲行 我先要 先是从听了那个歌有没有感觉 当然是有些时候你是 你是听了觉得 还可以 就先留着了 对 然后可是在听的时候又觉得不适合 OK 这样又丢掉了 哇 这样子 所以 我 我从前已经试过很多次 就是那个歌 我没唱 别人唱 他们 红了 红了 对啊 我上次在那个 过去生命 不是已经讲过 对 对 就 这个歌好像我听过 嗯 好像给过我 然后我没要 然后人家唱红了 很多 很多歌手都曾经有过这些事情了 就是 就是 你 你选择不一定对的 即使是这样 所以你都还是 照自己的想法 没办法 没办法 我自己觉得 你现在可以这样很轻松的讲 因为怪自己嘛 对不对 然后人家一定要常常 你看 对 出来怎样 人家还是红了 对不对 那你就会很麻烦 你现在怪也不能怪人家 怪人家怪自己了 OK 所以还好 我自己觉得 好 其实即使是如此了 可是呢 经过了学有自己的选歌 然后出来的专辑 当然就是完全代表你自己的一个 音乐的取向 对 你的一个取向 所以呢 包括像《时间有泪》 我们听到的时候呢 哇 整个的编曲 然后到你的声枪 到了最后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感觉上真的 那个音符 灯 往下掉一点 那个感觉 真的就像是最后 尾声的时候 一滴泪掉下来的感觉 整个的编曲 还有整个的演唱 这首歌 这首歌真不愧是 一开始就一直留到最后 留到大家真正可以听到 很厉害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想说他 真的 结果出来会怎样 只是留了 然后觉得 好像这次选的没有 没有比较 就是比较大陆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大陆的 所以就 大陆就是 方向比较宽 就是大家比较 容易接受的 旋律性的 这种 这种可以传唱度的 这种感觉 好 那我们当然 首先接触到的是 用余声去爱这首歌曲 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金马奖 听到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尤其在唱现场 现场呢 也就是前奏 你要准备 要下歌的那个地方 几乎是 没有什么可以 那个 那个下歌 那个点 哇 那个几乎是在行进间 哇 我觉得真是 后来 我们在听歌会的时候 听到学友说 原来像这样子 你在表演之前 你已经千百遍的 这样子练了 已经练到 几乎我们认为 唱这个歌 我们根本没有 那个开 没有开口的点 可是呢 对你来讲 就浑然天成的 这种感觉 原来唱歌 是要这样子苦练 还是要练习的 是 我自己觉得 这个 这个也是我自己 唱那么久 听很久了 其实 举不离口 我想大家听 听这个听了很久 对 我自己唱那么久 也是到最近 才相信 真的是 我一直以为 唱歌就是你 哎呀 你就 你就 唱 用心唱 就可以了 那不光是这样子 有些 有些你真的是 要去练 其实我唱那么久 我唱这个歌 我真的没把握唱 不是个玩笑 是 那你 那你 你怎么可以 把这个把握找回 你们就只有练了 就一直练 一直练 唱一遍不行 唱十遍 哎 好一点 那唱十遍 所以好一点 就觉得 哇 那我唱一百遍的时候 应该就会可以了 那就一起练 再学 OK 那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 在练歌 练歌啊 这个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吧 一个小时多一点 通常都是每天的大概什么时间 起来吃完早餐就唱 我很希望在不同的状况下都去练 就比如说你那天有一些伤风啊 比如说我自己呃有有鼻子过敏啊 然后流鼻水啊 然后一样 那个时候你也唱 是 那你知道在不同的状况下 你都可以去表演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会好很多 啊 是 OK 大家知道歌神也是人 所以呢 学友也是会伤风 也是会流鼻水 可是在这种情况底下 练歌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不同的身体的状况 你要去适应那个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比较有把握一点 就不 我我从前很容易 就完了 今天唱不了了 可能这个也跟信心有关系 我自己觉得 那你现在有信心了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百分之百的状况在里面 可是你是可以应付的 并不是你可以完全没办法了 OK 除非到那个地步真的啊 你声音没了 那个才才是需要 OK好 我们对于这个学友歌神啊 他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奇 包括他怎么唱歌 包括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怎么练歌 然后来到这次的新专辑 我们先稍微先休息一下 在爱情里 我们是勇敢 还是笨蛋 多年后 我们相聚 还是解散 现在的我和他 现在的我和他 仍然一样热响 一直都很晴朗 少了一些飘荡 梦里的暖色调 还有咖啡的香 就算是年了 我想你也 不会怎样 多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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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习惯 成为了一种习惯 多年后 你的喜欢 它也不是我的习惯 换了另一个地方 继续和别人玩 是勇敢还是笨蛋 还有默契 想聚了 又解散 陪伴戏温暖女生 曾沛慈 情歌再推荐 多年后 福茂唱片 又是打新广跳了 陈医师 陈医师 这里这里 好痛 我快睡了 来 别紧张 别紧张 家属来 我是你老婆 你累了吗 老婆 是你 对不起 今天忙翻了 陈医师 我们值班 都靠切罐 保利达蚌牛 它还有维生素B群 来 你试试看 精神都来了 老婆别怕 生无心 用力 精力收配 保利达蚌牛 想念 是最简单的事情 而你 就是我的空气 小天王 B 必输进 全新大碟 H&B 正式想念版 12月19号 老鹰制作 福茂发行 Lenovo 小百科 每天长时间 使用的笔电 要如何提高效率呢 Lenovo联想 经典ThinkPad系列 今年迈入 第21年 今年 Lenovo联想 透过深入调查 ThinkPad 使用者习惯 发现商务使用 和个人生活的界限 已经慢慢消失 因此推出 新一代 ThinkPad系列 包括经典 X系列的 X240S 高效能 T系列的 T440S 将触控面板 加大 修改左右键 使用方式等设计 让ThinkPad系列 更符合现今 使用习惯 身为PC Plus 时代领导者 Lenovo联想 以创新思维 将商务笔电龙头 ThinkPad 带入不同新气象 我是曾佩茨 如果是去了一顶夜 伤口却无限在蔓延 每个难关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见你一顿风 欢迎来到 飞碟一点通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张学友 张学友推出了最新的专辑 这张专辑 学友花了七年的时间 那所有的歌迷们 也万众一心的 等待了七年的时间 终于等来了 这张专辑 大家先接触到的歌曲之后 我觉得很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 这张专辑 其实学习的 也有很多很重要的部分 这张专辑里面 包括了你 对于人生的一些反思 包括了对于感情 感情当然是 爱情是很重要的一块 可是爱情到了 情到深处 尤其是我们来到了一个 比较成熟的年龄的时候 太成熟了 太成熟了 感情里面的一些 思思入寇的地方 同时当然还有 学友的歌唱生命的 一个对于价值的 一个信思 都在学友的这张专辑里面 所以这张专辑里面 学友唱到 我只想唱歌 这一首歌曲的时候 听到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感动 这个歌就是我比较 比较跟大家说一说 我对唱歌的感觉而已 是 就是说可能很多 朋友听到我 上次歌是不是有什么 有什么意义在里面的呢 会有 有没有什么 讯息想告诉我们呢 其实我是没有的 所谓的讯息是说 你把喉咙都唱破了吗 比如说 比如说到底 这个是不是因为你 特别唱给谁的 不是 我是并没有这个想法的 我真的是 只是想唱 然后拿到这个歌 然后我就 我就变成投入这个歌 然后用什么方法去把它 把这个歌唱好 给它一个应有的生命 这个是我自己 想在这个歌里面表达的东西 OK 我们听到了真的是 刚刚学友说 怎么样给这首歌 一个应该有的他的生命 那这个歌代表了 学友唱歌这么多年 你自己的一个心情 要告诉大家 同时这个歌也是 你要唱歌给大家听 你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抒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歌里面 你的节奏 还有你表现出来的 你的声音的一个弹性 我听了真的是觉得 哇这个 我觉得好难哦 真的吗 真的很难 这个比较困难的是 因为它比较密集 可能大家听过 小安的天气那么热 是 他本来就是 很喜欢写这种东西 这个它也是一个比较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 转息的地方 感觉就是一直要唱下去 那你只是要在哪里 掌握那个节奏 要掌握好一点 然后熟了以后 会比较好一点 我现在唱会比录的时候 唱好 我相信 那就是在演唱会里面 可以听到的 我现场演唱 往后宣传 或者怎样 要是有机会的 可以演绎一下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会比 那个时候唱好 你的唱现场的功力 到底是怎么练出来了 喜欢第一 第二 第二 第二就是练得多一点 又是刚才那个话 其实再怎么样 都是要练 我觉得这个是跑不掉的 是 OK 其实你平常的生活 也这么的忙碌 比如说到处的商业 很多的演唱会 那又要这个家庭的生活 其实也占据很多时间 你又这么照顾女儿 所以呢 我们的感觉上 就是说你的自己的时间分配 你要能够练唱 然后要花这么多时间 在这个歌唱事业上面 这些也是我们蛮好奇的地方 我反而在做演唱会 或者做演出前练的 并没有平时多 老实说 我真的要表演的时候 之前只是开一开唱 然后练一练那个歌 就完了 那顶多是 半个小时之内的事情 那所以所有的台上的 这些表演 其实都是 基本上是从前 之前要做的功夫 我自己觉得 是 那平常的时间 就不要觉得是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工作 因为你喜欢的话 你会觉得很开心的 是 唱的时候 无论在哪里 当然 对 只有真的是喜欢唱歌 爱唱歌 那这一次的这张专辑的 title歌曲就是 《威哥追命》 这首《我醒着做梦》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其实做梦也没有特别的意思 老实说 我只是觉得这个很适合我们这张专辑的整个概念的感觉 然后因为它有它的矛盾性比较大一点 就是你醒着做梦 对 它的矛盾性比较大 然后你变成你想象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做专辑 我自己觉得做专辑的其实蛮适合的 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个说 我虽然之前我想 其实跟我们每个人做事情都一样 他们其实做很多事情中间矛盾性其实很大 然后也是在这个矛盾性里面才找到一个生存的方式 然后这个专辑其实也是 那所以这个主要是我觉得 我觉得它的 它的给我那个感觉是很适合这样的专辑的 所以我们就跳到几个 OK 你中间唱到一个这个 这个有这个 那个狂喊的那个地方 对 哇 好厉害 非常厉害 OK 好 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非常难得 学友出新专辑 然后呢 七年模这么一件 然后呢 可是呢我们的访问的时间 总是觉得时间真的是会 这个时间非常的短促 所以呢 我今天其实非常想要知道的就是呢 其实学友这次做这张专辑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不管是投资或者心力啊 或者是真的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哈 上一次你特别有提到说呃做这张专辑自己也小小投资了一下对不对 不是 啊 还不是 是完全是 完全是 哇 大家听听 哪有人投资 投资可以去做这种东西 对 现在真的没有人做 电影反而有人了 对 现在没有人做 创片要找人去投资做 没办法 对 大家知道吗 学友这张专辑 特别去到了伦争的Ibic路 这样子的一个录音室里面是大家所有人要朝圣的地方 花了多少钱啊 呃 花一些花一些 哇 还好啦 就是我自己觉得是值得的 嗯 是 嗯 还有所有的乐手 嗯 包括了 世界各地 对啊 那天你也在嘛 是 我是说有些 有些他们弹出来的东西就是啊 我在 不是我们 我们亚洲乐手不是 我在香港乐手不够好 而是 大家的 就是 适合 成长的那个环境 那个文化的环境 跟大家吸收养分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他弹的就不是你 你弹的东西 对 比如说你来得及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歌曲 需要用到一些福音的这种歌 对对对对 那个你也没办法 是 没有没有 在我我在 在香港唱合音那么久 找就是找那么多合音章 我也找不到那么低音的 是 那么厚的声音 很多时候你要变成假的做上去了 那 那感觉也 因为听得到的 那其实假的有点机器的 的低音 是 怪怪的 所以原则上这张专辑 是几乎已经是到了百分之百 都是用真实的乐器 基本上 怎么说 为什么说是百分之九十九 因为有一个 嗯 有一个乐器是 是杜老师 他自己 他自己找 就是真的 sample 对 他自己做上去 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其实 哇天哪 所以我给一个比较正确一点 哇 这一点点都这么讲究 天哪 跟学友一起做专辑的所有工作人员 应该都是 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找不到那个 找不到约手谈那个 是 他应该在第四首 啊哈 他找不到 那就他就自己 自己去去做 OK 好 张学友的七年来的这张国语专辑 真的是所有的华人地区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 然后我自己听起来 我就觉得真的学友真的是非常的令我感动啊 那我在我写你的那本 我写的书 王总说歌不在里面 我讲到了学友在主流歌手里面 真的是一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歌手 然后提到了就是说学友真的是 选秀节目这么多你随便一去 你大概可以酬劳可以做十张这张专辑了 不止 不止 OK 好 所有都没有点头 然后天哪 十张都不止啊 天哪 你就答应吧 你就去一去 我不是不想 我很想 哦 就是说我真的是很想很想 很想做 只是有些东西你自己做不来的 OK 你不想 你真的不想 嗯 谁不想 就是你做了 我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你就不用做了 明明 你就去想自己做东西就好了 对对 我了解 我那天跟哈林讲 也是他说 现在哇 那些钱都是 都是你不可想象的钱 对对 那我 我 你能的 谁都 谁都愿意去做这个东西 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也是无可厚非 是 那我是 我是自己真的没办法 做不来 嗯 那我自己 我为什么要去看那个 我就想说我自己 我 每次他们做那些选择 我就坐在那边看 对 看那节目 哇 我坐在那边可以怎样 对对 你要讲什么 对 对 我发现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哈哈哈哈 所以你怎么可以 收人家钱 然后坐在那边 一句话不讲 然后 嗯 很不专业的感觉 我觉得 你下次就唱就好了 你根本不用讲了 那我没办法 哈哈哈哈 我唱又又不是他那个节目要的东西 哈哈哈哈 你看看 老实说 对 他们也不会给这个钱我去唱 哈哈哈哈 老实说真的 只是唱吗 好啊 没关系 我就去表演了 那也不会给你这个钱了 好 好 真的是非常谢谢学友 时间真的是太短了 那很希望从你嘴巴里面 真的亲自告诉大家 你在这几年 你的一些想法 你的理想 然后让我们去 切身从学友 这个真实告诉我们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谢谢学友 谢谢你这次推出最新的国语专辑 醒着做梦 希望这张专辑非常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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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告诉你 把你最爱的想一遍 你要成就什么样的自己 就这样吧 我们画一个方式 不让分界成一身天狱 而其实人生 忌恨的悲剧 为何彼此不能跟着心 现在是坏 你还来得及 刚刚张学友提到了 选秀节目的这件事情 其实去年他来台北 我跟他私下见面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因为那天哈林也赛 哈林在选秀节目里面 这么成功 赚了这么多钱 我忍不住地问学友 我说 其实在我心目中 他们一定都会找学友的 那之前学友 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我问了以后 学友才知道 多少人要找他 他没有点头答应 刚刚呢 我再问他一遍 一定要透过节目 来让他亲口告诉大家 这两天呢 如果看到了媒体报道 张学友做这次这张专辑 如果这张专辑要投资 他个人投资 如果是 港币真的 其实真的对很多人来讲 是个天文数字了 那可是 刚刚大家听到没有 他说只要去选秀节目 他点头的话 酬劳可以做十张 这样子的专辑 这样子的专辑 现在已经没有唱片圈 人投资了 电影反而有 所以这么大的诱惑 这么样的天文数字 学友都没有答应 他制作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他能够做的事情 这样子的一位歌手 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 譬如现在大家听到的 这首歌曲来得及 这首歌曲呢 是学友他再次跟美国 非常有名的一个 福音合唱团 SSJC他们一起的合作 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伴奏 刚才他提到了 很多的低音 甚至于呢 他们要这样子的一个唱法 使用是大家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或者是吸收的养分 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必须要跟外国的团队来合作 我们来欣赏一下 张学友唱出来了 像唱词般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来得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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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及 来自张学友的最新专辑 这首歌曲真的是一个绝美的一个人生的伴奏 还有呢 学友他一个声线的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哇 我觉得 个人觉得真的是权权到肉 深深到位 来自歌神张学友 哦 我请你过 现在告诉你 把你最爱的下一片 要成就要成就什么样的自己 就这样吧 我们把你更忙去 不让分界成一身监狱 而其实人生意恨的悲剧 为了彼此不能跟着心 现在是怀疑还来得及 我来得及 我来得及 来得及 歌头发出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再见 Karen莫文威不散不见 我想亲口说再见 你的口味还在这 在开始之前 金奖音乐人林夕 吴清风 常世磊 李卓雄等亲笔约定 最好的音乐作品 统统留给Karen莫文威 我要带你去明天 你的口味在握着 在消失之前 记忆被灭 存活在我里面 不散不见 2014年年底 华语乐坛 一起约好 Karen莫文威 全新作品 不散不见 收集一下 听广告 我是鸡婆长齐 这次由台北市 体育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和新北市 弘扬孝道促进会 共同主办的 父母恩山高水长 子孙孝 代代相传的 公益加年华演唱会 引起热烈的回响 锁票速度之快 那叫秒杀 对吧 张旗耀孝 没来得及的朋友 回去想死累了 下次还有机会的 岁末寒冬 让我们用温暖的心 优好我们的北部 跳笑我们的老人 大家健康 平安 是什么巨星驾到吗 这是台湾农运会 百大精品 要去哪看呢 台湾农运会 百大精品展 12月25到28日 在台大综合体育馆 是年节 自用送礼的最佳礼品 一定要来 以上为行政院农委会广告 在乐器国度旅行 遇上古老的升皇灵魂 口琴 口黄琴 中国声 与西方乐器之王 管风琴 诉说一个个 跨越东西的冒险故事 音符闪动 中西交汇 起聚 黄的世界 104年1月9日 国家音乐厅 台湾国乐团 黄的世界 购票仅差两天月 以上广告 由台湾国乐团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 831 我中心就碰你的 是我却怎么哭了 飞点美观 空中的梦想 这样就还流流 别过 月初上 灵月相撞 我苗美 风魂陪你上 水旧清雾 唱歌 四九乡 唱歌 四九乡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飞点远通的手机简讯活动 要请问你 李玉刚的专辑名称是什么 请你用手机编写简讯UFO 加上答案跟名字 传送到55123 下个礼拜一 可以参加抽奖哦 提醒你 简讯费用每次十块钱 我们先听到的是 李玉刚的国色天香 千万能 人知缘一枪 一切只 恨处 多受 这一相 啊 我的天香 南汤红 明镜登场 我曾光 开家的烟香 是八般无依 没风凉相 云满天空 谢谢所有在飞碟联播 网FB上面留言的朋友们 我都看到了 祝福大家 今天呢 非常的热 今天平安夜 应该也是一个最热的平安夜 祝福大家 飞碟夜宁通 明天准时见咯 我是王祖寿 拜拜 明天准时见咯 i get it i hate them i hate them with the focus on the devil is the religious boob so 他们说我不就是奔强 我却不出一只剩梁 他们说就是为你奔华 我却当作是不可天降 我却当作是不可天降 又是一场新广告 惠宇建设文山特区首推心爱 惠宇尚情全新登场 立足向上新聚落 掌握一高二高74号环状交通网 串联大台中绿意休闲时尚的多元满足 让生活游刃有余 惠宇尚情 46-6视频 3-4房 04-3606-5666 如果如果你是一片风景 然后然后我这么的爱你 被当作是一片风景 被当作路过的感情 我还想念你 我是毕 毕竖静 推荐给大家 我的创作 我还想念你 我还想念你 像呼吸一样简单的事情 或者不能没有你 我需要你的空气 我还想念你 像呼吸一样困难的水里 拥抱不住的身影 随时间沉默 一点力离心 我还想念你 一风生的爱 生的爱 我是飞碟最爱 主打星周杰伦 请跟我一起收听 飞碟联播网